兩架Skomo 警鳴大響 單命中的飛行員接獲通報立即著裝 跑出警戒室登進座艙 要在六分鐘之內完成所有準備程序 兩架F-16V掛載飛彈 滑出停機坪準備起飛 空軍加一基地是F-16換裝單位 三年內完成142架升級 空軍也首次展示向美軍獲得最新型 號稱最強空對空的AIM-9X飛彈 AIM-9X飛彈它是一種離軸的追蹤熱源的飛彈 那是目前美軍最新款的一種追熱飛彈 那它所謂剛剛介紹過的 它的巡標的角度可以到達90度 那也就是說我可以看到我左右90度目標 就算它通過的時候 在這之前飛彈發射 飛彈都還是可以有效地去追到目標了 T-23作戰隊少校岩祥生是F-16V升級奉展專案主計畫官 而去年3月31號兩架共軍殲-11跨越海峽中線 當時正是它執行南極任務 升級完的F-16V大幅提升空軍戰力 後勤同樣不能馬屋 所有機種執行海上任務結束後都要進行清洗 而這次下媒體開放演練的嘉義基地正是空軍救護隊的駐點 黑硬直升機在試試停飛檢修之後 目前已經重新復飛 在基地上空可以看見黑硬直升機不斷盤旋 軍方表示所有任務都已經恢復執行 是唐人雅電視 黃冠霖 劉姿營 台灣嘉義採訪報導